背景呢是F-35呢被认为是终极隐形战机 本身的这个定位和它现在所出现的这些问题 就形成了一个矛盾或者说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再来了解一下 按照美军设想 F-35战机具有卓越的隐形能力和战斗性能 重约27吨的机体既可内置空对空导弹 也可外挂智能炸弹 而且如果只装内置武器 其隐形能力会进一步增强 然而洛西德马丁公司启动生产线后 F-35战机屡线技术缺陷 造价一路飙升 美军最初估算的成本仅7000万美元 现在超过1.5亿美元 预计到2035年项目总耗资将逼近4000亿美元 是五角大楼有史以来最贵的武器项目 另一方面F-35战机的服役时间一推再推 由于未等测试结束就开工生产 F-35战机频频接受返修和重新设计 生产进度拖沓不前 专家估计按照现有进度 F-35战机最早要到2016年才能服役 这将与它的首次试飞时间 整整相隔十年 那么在F-35研发过程当中的 美国人是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他们既希望将盟国捆绑到 F-35计划上增加飞机订单 占据下一代军机的市场 同时又不希望让盟友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机密 那么问题来了 目前F-35战机除了装备美军之外 订购的国家还有哪些呢 实际上它联合研制的是八个国家 包括美国之外的话 还有你像以色列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拿大 荷兰等等这些国家 另外从它订购来看的话 这些国家首先你是优先的 因为你是参与整个研发过程中 如果你要买的话可以优先 但是有些国家是因为 它当时承诺这个飞机 顶多五千万八千万美金一架 所以的话他们是买得起的 后来发现已经涨到了 1.5亿美金一架的话 这些国家好多就说我不买了 买不起了 投资就投资了 我只是说到时候挣了钱 我分点钱拉倒 这样一种思路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国家是特例 你像日本跟韩国 这两个国家它没有投资 没有加入这种联合研制 这个F-35战机 但是美国把这两个作为 在亚太地区的核心的盟国 说你不投资 我也优先给你买 那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而且一年半的连续出现 两次大面积停飞 会对美国F-35这方面的军贸有影响吗 那肯定不会有影响的 因为整个F-35之所以成为国际战斗机 目前来说已经有多个国家参与研制了 而且即使有一些国家没有出技术研制 它也是出了钱的 目前来说之所以成为国际战斗机 一方面我们刚才说有研制方 另外一方面市场是巨大的 西方国家目前来说 或者是欧洲战斗机也好 或者美国当年的第三代战斗机也好 目前整个的换装的市场 是非常的前景 非常巨大 一旦过了十多年之后 那么当年的第三代战斗机 基本上服役年限都差不多了 必然要换第四代战斗机 而唯一的第四代战斗机 或者是第五代战斗机的话 就F-22 市场线已经停了 你只有F-35可以选 所以尽管有问题 但是它的市场前景还是不用担心的 那F-35出事了 竟然丝毫不影响日本的部署计划 通过一个短片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情况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 与青森县知事三村申武举行会谈 向其说明在自卫队三则基地 部署及使用F-35战斗机的方针 就航空自卫队下期的主力战斗机F-35 小野四在随后的记者会上透露 最初部署地为三则基地 到2017年度 最终将引入约20架左右 日本政府在2013年12月制定的 中期防卫地整备计划中 明确至2018年为止 将采购28架F-35战斗机 另一方面就暂时部署在 美空军三则基地的 无人侦察机全球鹰 青森县当地居民 一直对其安全性表示担忧 而日本防卫省方面仅表示 将要求美国确保安全性